那這個禮拜我要先這個問題跟你 讓你解答一下 劉德鷹是工程深退的 那麼現在魏哲嘉是董事長兼總裁 所以大致上你可以看到 台積電對AI仍然暢旺 認為這是大成長 魏哲嘉在股東會 他提到兩岸不穩定 供應鏈大考驗 其實他錯了 我說兩岸不穩定 才是台積電大機會 因為你就知道 今天如果沒有兩岸不穩定 哪有台積電今天的優勢 你知道台積電從二零年開始 他變成富國神山 然後美國晶片法案二二年開始 二二年開始以後 我特別要請教你 其實我正在觀察一個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這一次看到 英特爾這麼虛弱 我一直覺得英特爾是美國的大哥 大太子 這種美國自己培養的半導體的技魄 落到今天這樣的場面 現在看起來美國不支持台積電都不行 為什麼 那個是你說揮打那些起來之後 台積電一定會站在最核心的位置 所以當然黃仁勳一定會力挺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台灣的戰略價值更重要 所以我想你可以看到同樣晶炎代工 高階晶片台積電 他一支獨秀他一張賺一兆對不對 那你知道成熟自成成熟自成就很慘慘 你知道歷經那現在二十幾元 歷經還虧損對不對 然後你看到世界先進聯電 他們大概就持平 但你對到中心的時候他們都壓力都很大 所以台灣其實到現在為止 你就知道我一直在講避開中國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台積電是在晶片法案當中受保護的企業 包括愛思摸 現在這個EUV不得賣給中國 那這個就是說在地緣政治當中 台積電是最大受益者 所以魏卓家講兩岸不穩定 供應鏈大卡位 這句話我要修正了 為什麼他其實才是最大的贏家 那未來我想 我們要來看看就是說 台積電現在 我其實2017年 我講台積電會上千 大家都不相信 然後我想說台積電最後市值會上一兆 現在快接近了 他就在這個路上 我們怎麼看這次台積電股東大會 還有包括劉德英退休以後 魏卓家的時代 在談台積之前 我還是要呼籲 社長剛剛講幾個重點 第一個社長剛剛講到美超維 我要呼籲一下 我也覺得美超維如果能夠到高雄 是No.1 我很挺高雄 然後您記不記得 也是在這一次 黃仁星講說要在台灣成立第二個研發中心 第二個研發中心 那我個人覺得高雄也還是可以 好好考慮 因為蘇智峰應該會去台南 蘇智峰會去台南 然後那高雄 我大概講一下 其實很重要的 其實我先講一下 那個所謂研發中心 其實您一開始講到說黃仁星覺得 員工是他醫師父母 我覺得台灣 台灣其實不管是蘇智峰也好 就是AMD 未來如果真的在台南 如果NVIDIA第二個研發中心 真的有機會坐落在高雄 他會去玩玩帶動 台灣不只是產業 還包括整體的學界 的那個大幅度能力的提升 這個部分其實會加會 真的會加速台灣 因為台灣畢竟硬體太強了 包括整個工程 工程大概也包括軟硬整合 但是如果純軟體 或者演算法 其實我覺得要 我真的很期待 那個包括NVIDIA的第二個研發中心 甚至那個AMD的那個研發中心 不管設在哪裡 當然我覺得應該是那個 一個是高雄一個台南 現在他帶紅海去軟體 對 我覺得那個 那個不只是帶動台灣產業 也會大幅度帶動台灣的學界 教授 以及未來我們的那個學生 這個對台灣加會太大 那我拉回來 我拉回來就是我們講台積 其實我剛剛講的就是 那個 這次Computex 黃仁勳他宣布Ruby 宣布Ruby 那AMD那個蘇智4 我記得是MI350 我記得是應該是那個350 然後這些都需要台積的先進製程 這跑不掉 那在大概差不多兩個禮拜前 我跟台積供應鏈算熟了 算熟 其實有兩個另外一塊 我給你補充一下 其實我真的覺得 整個深層試驗艦 不只是會帶動台灣整個資通訊產業 IT產業 不只是會好好加會台積電 也包括台灣很多成熟製程產業 國外一直在預測一個事情 從那個蘇智峰講到他下個世代的 那個AI的那個GPU 訓練的那個GPU 或者是那個黃仁勳的 都要搭配一個東西 叫做高頻寬記憶體 叫HBM HBM 那HBM 三星是落後的 三星落後 這一次三星都沒聲音了 對 三星真的很緊張 那三星呢 他的HBM 目前到今天 好像也只有AMD那個認證 輝達好像還沒有 還要等著輝達認證 但是SK HINIX輝達認證 然後那個美光 美光輝達也認證 我沒有記錯的話 但是因為那個 那個輝達也好 尤其是輝達 講到Rubin 就是GB200的下一個世代 這個會用到什麼呢 會用到HBM 叫FOR 第四代 現在大概HB200用的是HBM31 如果用到HBM4 堆疊的低人就會更多 會更多 然後甚至會用到一個關鍵字 叫做融合建核 Hybrid bond 這個就是台積 有一個關鍵字 叫做SOIC 那個所謂的那個 那個SOIC 就是那個 Silicon Integrated Chips 這個就先進封裝很關鍵 這個以後會在 不只是那個那個那個 這個大概都只有知道COVAS 他他還有就是你你你大概你就不需要圖塊 對 你就直接建核 Bundi 直接建核 那直接建核啊 很多台灣的設備業者都在關注 Hybrid bond 好直接建核 所以HBM4 會有很多新的供應鏈 不只是台灣 包括日本都會被加匯 這些都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雲端的伺服器 然後 但是呢 反正蘇之鋒你還是要一直跟進嘛 Intel你不能夠放棄 所以兩兩三家公司疊加 一直往前走加速 所以台積的先進製程加先進封裝也要加速 全世界HBM的業者 包括SK HINIX 然後美國也要加速 這個帶動的效果太大 帶動效果太大 然後不只是台灣的系統業者 鴻海偽創 包括整個半導體 然後這些加速呢 又帶動很多新的設備發展